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范麗勢 范麗勢的第一題 這個題目就是大家看一下 這跟選舉有關 那你就看一下 這個沒有什麼任何的 隱色的涵義在裡面 我們看一下,他說台灣選舉有三個黨 民進黨、國民黨、五黨籍 三個 他說民進黨每一次 投票的時候 不會跑票的人有百分之八十 但是投了以後 後來會轉到國民黨跟五黨籍的人 會佔百分之十 那國民黨的話 每次不跑票的人有百分之六十 那轉向民進黨跟五黨籍的人有百分之十 跟百分之三十 那五黨籍的人每次投票的時候 不跑票的人有百分之二十 轉向民進黨跟國民黨的 有百分之五十跟三十 那麼他說如果這個選民固定的有 1230萬人 那他說選舉後 他說這個投票期會區域穩定 請問你民進黨跟國民黨的票有多少 OK 好,那 這個題目的話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他講的是區域穩定 所以他考的是考什麼東西 他考的是這個 我們舉證裡面的這個 穩定態 OK 那穩定態要想到什麼東西 就是那個公式 AY等於Y 好,那我們要先把舉證的每個參數呢 把它做一下定義 好,那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就是 假設 OK,這個每一次的那個 舉證呢 最上面的是這個民進黨的 好,再來是國民黨 好,再來是五黨籍的 好,再來是五黨籍的 OK,把它先定義好 那所以咧,我們可以知道他的轉移舉證 轉移方證是多少 轉移方證 好,轉移方證怎麼寫呢 第一個 你看他一開始寫的東西 民進黨不跑票的80% 所以這個地先寫0.8 所以這個 英文看我們這邊寫的嘛 我們的這個舉證呢 我們把它定義是民進黨的前面 所以這個地要是 第一排就是那個 他的那個基本的狀況 就是民進黨的基本的 然後呢,跑到國民黨去的人的話 所以這些也是0.1 跑到五黨籍的人的話也是0.1 好,這是一開始的狀況 好,那接下來看國民黨的部分呢 就是0.6 然後跑到民進黨去的人呢 是占10% 所以是0.1 跑到五黨籍去的人呢 是30% 所以是0.3 OK 好,那這樣顯示OK 當然有問題啊 為什麼?因為 我們剛才講過說 第一列的部分應該是民進黨 所以這邊要調整成什麼東西 應該是0.1 跟0.6才對 要小心 位置要擺對喔 好,那五黨籍的話也是一樣 五黨籍跑到民進黨去的人 是50% 所以這個應該寫的是0.5 然後呢,國民黨的是0.3 然後自己的是0.2 OK 好,這個就是我的轉移方針 所以你要把這個位置擺對喔 一定要按照這個順序 民進黨,國民黨 五黨籍 好,然後接下來我們開始列示啦 好,那我們就假設啦 這個 民進黨的人有X票 五黨籍的人有Y票 有Y 這百分比啦 Y 那五黨籍的人是1-X-Y 好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個公式 AY等於Y A的話就是這個 就是轉移方針 A 好,所以我們開始寫啦 就0.8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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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0.3 還有 0.5 0.3 0.2 好,乘上Y Y就是這個 XY 1-X-Y 等於XY 1-X-Y 好 那列示列完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乘開啦 重開就可以了 就是 我們可以選擇是 這一列乘上這一行 或等於X 好 所以我們開始列示 好,所以第一個 就0.8X加0.1Y 加0.5 1-X-Y 好,它應該等於X 好,第一次 那另外一個呢 你可以把第二列乘上這一列 這一行等於Y 所以就0.1X 加0.6Y 加0.3 1-X-Y 等於Y 好 那接下來就應該很好做啦 就解測連立方程式就可以了 解測連立方程式 因為很明顯這是個 二元一次連立方程式嘛 OK,它就自己解吧 那這個我先快速幫你看一下 它化解的結果呢 可以快速幫你化解一下 結果是 7X加4Y 等於5 那這裡是2X加7Y 等於3 那你解測連立方程式 答案就出來了 就X等於 這個 41分之23 好,那Y呢 就等於 41分之11 那這當然不是答案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寫的XY 直接是百分比 那因為總共有1230萬人 所以我們看一下民進黨多少票 答案就是應該是 41分之23 乘以1230 OK,所以答案是690 然後另外一個呢 是41分之11 乘以1230 所以答案是330 那當然呢 記住啊 後面單位是萬人 萬 OK,所以答案出來了 答案就是 690萬 好,那 我們答案是330 萬 OK 好,這是這裡的計算方法 我們看一下 打yeon 我們沒有想吧 我們要看 好,這一點 在這裡 好,那 好,那